才剛發動要離開 騎士當場被攔下 任他把這張紙丟在緊急車前置物箱 布馬維廷被開單 竟然氣得把罰單撕下來 要還給員警 甚至被阻止後 還標罵不雅自言 25歲送信男子 日前跟女友到永和樂華夜市逛街 卻把機車圍停在馬路中央 當時晚上七點多 夜市由大量民眾嚴重影響交通 甚至連垃圾車都被擋住 在和員警爭執後 他雙手被上銬帶回警局 留下女友一個人無助待在原地 事後送信騎士向警方攻城 正在念研究所寫論文壓力大 好不容易跟女友約會放鬆 卻被開單才會情緒失控 被一妨害公務罪 判拘役15天 異想天開 以為把罰單撕毀 就能當作沒被開單 甚至還故意丟在警車裡 讓自己追假一等 TV的新聞 我之前在賣新聞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